今天谈谈这个风太大了 我感觉那种体重轻的 说不定能够刮跑 然后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有朋友问的 就是说这个西瓜出现裂瓜 到底是不是因为缺钙 实际上咋说呢 缺钙呢会引起裂瓜 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生产当中呢 大多数裂瓜的原因呢 你好比说早晨这一叉 一般就是因为温差过大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一般裂瓜的时候都是那两天的 夜晚温度太低了 并不是说缺钙 如果是真是缺钙的情况下 那么在接瓜之前呢 在生长点呢 叶片就扁现出来缺钙的症状了 好比说叶片呢 生长点的叶片呢 新衣的就是烧焦啊 边缘烧焦 为什么你这个生长的时候 它没有扁现出缺钙 但是接瓜的时候别人缺钙呢 所以说呢 裂瓜这个大部分原因呢 还是因为这个温差过大造成的 还有一个就是胶水 特别是这个主要是在后期啦 重后期 胶水不均衡 也会造成裂瓜 如果说我们在夏季 约夏种这个西瓜出现裂瓜呢 像那种呢 往往一般就是因为太阳暴晒直射 直射到瓜皮 让瓜皮呢 它这个细胞啊 出现老化 容易裂瓜 所以这在生长当中呢 然后我们常遇到的一个裂瓜现象 所以说呢 有时候你大量的鼓钙 并不能说杜绝这个裂瓜 就是因为裂瓜呢 大部分原因呢 在实际生长当中呢 并不说因为缺钙造成的 所以说还是做好我们的天间管理